若发现某个饲养厂已经检验出猪得了口提意,还继续杀猪向市场销售, 本想举报,又怕有关部门知道后,把这个饲养厂的猪全杀了。 要被淹过,或举报呢,又怕病猪肉流向社会,危害群众,请问如何处理为好? 这个问题确实是个难题。 如果举报啊,确实,大概这个养猪场的猪啊,一直都不能够存活。 那你要被淹过责任。 那不举报呢,这些猪肉,是带着病的这些肉啊, 流到市场啊,确实,对人身体健康啊,也有危害。 一个是人受害,一个是那么猪都要命。 这个是那样难的事情,你看怎么处理好。 还是要报,还是要报,还是要不报。 中国古老的谚语啊,有一句话说得很好。 知识少识,烦恼少啊。 那你知道这些事情,你很麻烦啊。 那像我不知道就没事了,是不是? 这个确确实实。 我们真正学佛,修行人。 要把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,接触的面,尽量的缩小。 你看我差不多四十多年,没有看过报纸,没有看过电视。 所以你问我什么都不知道。 我只晓得天天天下太平,都没死。 心是清净的,是定的。 你要每天看这个东西,那就一定就胡思乱想。 所以我们要减少妄想呢,这个东西不能不切除。 知道越少越好。 平常,我们说佛的人说,一定要坚持素食。 实在讲呢,现在素食,也并不是很安全的。 因为素菜啊,它有农药,有化肥。 都不是自然长成的。 所以麻烦很多啊,从前我们李老师在世,常常给我们说,现在哪里是吃饭的? 三餐复毒啊! 话说得有道理。 三餐复毒。 你饮的水,自然水里面,都有瓢瓢粉,都有化学的东西,穿在这里头。 真的是一天多晚都在复毒。 那么如果真正,要想饮食健康呢,只有自己种菜啊。 除这个之外,没有第二个方法。 自己种菜,可以不用化肥,不用農药。 完全让蔬菜自然长成。 那么说,食用的肥料还是从前的老方法。 我们一般用兑肥。 就是腐烂的这些,挖一个坑,埋在那个地方。 三四个月之后,自自然然,它就发酵了。 那种肥料是天然的。 所以我们在澳洲,澳洲土地大。 所以我们有很多空地自己种菜。 我们种的品种也很多。 可以共接三百个人吃饭。 所以这是最好的方法,就是自己种菜。 可是现在在都市里面,自己种菜的机缘没有了。 你要能说,买到有机的素菜,也未必是真的是有机的。 菜市场标的有机,价钱特别贵。 你买来之后,保证它是不是真有机的? 也不够靠。 现在这个社会,伦理道德没有了。 真点是欺骗人的社会。 我们生存在这个社会里,确实是很悲哀。 只能怪自己没有佛报,为什么生在这个时候。 但是也有一个好处,生在这个时候,我们的警觉性非常高。 你所见的,所听的,都能够警惕自己,认真念佛,求生净土。 在社方祝福插土里面,生活环境最殊胜的,无过于西方极乐世界。 所以我们确实要把万年放下了一些年佛,这就对了。 这个世界没有一样值得留念的。 我们的家庭眷属都劝到他们,一起念佛,求生净土。 那么你见到这些事情呢,你就好好念佛给他回响。 一方面给吃肉的人回响。 一方面给那些猪啊,得病的猪回响。 这样就好,认真念佛了,希望他们都能够消灾灭难。 统统都是果报啊。 你要能把三世因果看透了,你的心就平了。 那都是果报啊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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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法里讲的究竟呢? 你看佛在经论里头常讲啊。 《余知世上刀兵戒》。 你要想的,这个世间呢,刀兵戒就是战争了。 《诞听徒门夜半生》。 你只看看那个屠夫煞猪,半夜煞猪,你听听那个叫的声音。 这是什么? 这是战争的。 跟战争的音,云云相报,没完没了啊。 佛还有一句话说的好啊。 如果要世界永远没有战争。 佛说,除非众生不吃肉。 那么现在参加开会的人,我们聚餐的时候还是有肉啊。 每个人都在吃肉啊。 天天都在吃肉,他们有战争,那怎么行呢? 那怎么能免得了呢? 可是我们要把这个,除非众生不吃肉提出来,他们就摇头了。 他们认为吃肉跟战争是两回事,不是一回事。 殊不知佛讲的话是对的,一状死不是两状死。 所以我们要从戒杀放生们做起。 做给他们看,让他们慢慢的觉悟到。 所以要化解冲突,先要从自己本身化解。 我本身跟一切众生不再结冤仇了。 要从这里做起。 这个冲突才能化解。 战争才可以避免。 不是不能避免。 看看我们是不是觉悟了。 是不是真的肯做了。 所以你问的这个问题,如何处理呢? 自己诵经念佛。 虔诚地给他回想。